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人不学不知道 人不学不知义 所以这个做人 父子关系 夫妇关系 兄弟朋友君臣 这些做人的道理 确实都要透过教育才行 所以男女的 相识相爱 走入这个婚姻 这个都要懂得 婚姻对于彼此 以至于对于 祖宗后代的意义 假如这一些道理 没有去强调 而反而灌输的是错误的一些认知 比方对爱情 那个感觉就是 那个男男女女 在那里欲望的结合 那我们的下一代 整个就会被误导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教 因为男女关系 夫妇关系 那维系着整个家庭社会的 安定于逢 男女夫妇乱了 父子绝对无亲 父子无亲了 君臣一定无异 他在家里都不懂得 孝顺父母 怎么可能到单位去会 忠于这个团体跟公司领导 所以一定是 君子之世亲孝 故终可宜于君 他那个忠诚才出得来 而这个孝啊 必然是建立在夫妇好和 家庭气氛容下 他才能在这个爱的环境当中啊 生起了这些正确的做人态度 所以夫妇只要乱了 天下大乱了 为什么这个古圣先贤呢 特别在礼记当中啊 要提出婚意 要把婚姻的意义啊 要谈清楚 又透过婚礼的 这个整个过程 让人对结婚 对主家庭啊 有非常正确的心态 去承担这个责任 但这一些现在都特别缺乏去讲 你看我们现在的孩子 十多岁啊 走入青春期 所有对男女关系的认识啊 从哪里来的 没教啊 从电视上看来的 值得警惕啊 我的外甥 他在小学 这个一年级 学校同学校运动会呢 唱歌啊 你看我们以前运动会唱什么歌 唱一些呢 能激励我们 这种斗智的歌啊 结果现在居然呢 全校齐唱 老鼠爱大迷 我这 从事教育人 听着想脱会 太夸张啦 老鼠爱大迷 那怎么唱 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迷 那是怎么爱 把他吞了 那个分明是让孩子 对爱产生误解 就是一种占有控制 我就把他吃下去 你看现在男女这个爱 不是这种爱法吗 你不跟我在一起 我就跟你 是吧 看大家好像都比较没有经验 是好事 对啊 现在那个占有的欲望啊 对方 不想跟我们在一起了 然后就用一些 去伤害对方 的那种行为出来 非搞个 两败俱伤不可 现在这种情况太多 那哪是爱 那是欲望 所以在欲望之下呢 那会延伸出太多太多问题 所以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学爱 还唱了一条很正确的歌 不知道大家跟我的童年 差不多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吃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叫我唱起来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喜欢人家的恶 不喜欢不一直喜欢 真理 最近比较觉得想唱歌 因为音乐可以 一风一俗 但是也可以败坏风俗 所以你看好的音乐 跟不好的音乐 影响太大了 你看这一条歌里面 有没有欲望 有没有占有 没有 都是付出 都是包容 所以这个 胜与死啊 孩子认知错了 就麻烦了 结果我们只看到 他的成绩 都没看到孩子以后 这个男女关期 夫妻相处的危机 看不到 所以有一个孩子 六岁 念弟子归 念了前面 父母呼应勿环 父母命行勿染 这么一练 这个小孩当场痛哭起来 其他老师都很纳闷 这个孩子怎么了 怎么会哭得这么伤心 是他的外婆 带他来学弟子归 后来他的外婆说到 说因为这个孩子 还没出生以前 因为父母是未婚生子 所以他的 生父啊 早就已经 不知道去哪里了 然后他的母亲呢 年龄又很小 所以自己的外婆 怕以后 女儿嫁不出去 所以这个孩子 根本没有对外宣布 所以就把这个 孙女给藏起来 然后后来呢 女儿又去嫁人 所以这个孩子 就从小就跟着外婆 也不知道父母在哪里 你看一个孩子 连父母都不知道 你看她的人格 怎么建立 又怎么去告诉她 这个世界的情况 后来她的外婆 把她送给了 她的外甥 她的外甥结婚了 还没小孩 就把这个孩子送给她 过了没多久 外甥离婚了 你看现在离婚 太恐怖了 在一些大都市 现在离婚率也 超过五成的有 那真的是后代堪忧 这个男女关系 这个男女关系 夫妇关系要交 所以我们 在如江文化教育中心 开幕之后 一定要办个 未婚男女班 还有要班 婆婆班 怎么当婆婆 还有小姑班 怎么当小姑 这个很多家庭的乱 都是不知道怎么样 去和谐相处 我相信这个 未婚男女班 可能会爆满 太多人都不懂 糊里糊涂走进去 结果这个孩子呢 送给了他外甥之后 没多久离婚了 就像皮球一样 又被踢回来了 然后呢 外婆又在同一个 住宅区里面 又找了一对夫妻 也没小孩 就把这个小女孩 又给他带 带了半年了 又离婚了 这个孩子又被踢回来 你看哦 他才六岁 请问大人 在他的生命当中 已经造成他 多大的伤害 他的人格想健全 都难 而这都是男女关系 混乱 夫妻之间 这个道义 相处的 这整个心态都错误了 延伸出这么严重的问题 所以这个孩子 根本无法去理解 什么叫父母啊 他一回想起 这整个岁月 那只有一泪洗面而已 这个居然是我们 炎黄子孙的下一代 而这样的孩子 很可能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一个例子 应该是敲醒 所有家长 我们需不希望 我们的孩子 以后经营出来的人生 是这样 他的小孩是这种遭遇 敲醒我们所有教育同业人员 我们需不希望 我们交出来的孩子 是对婚姻没有负责任 生了小孩就丢了 无视于孩子内心的感受 你看现在很多 那个少女不懂事 读国中高中 把孩子生在厕所的 很多啊 这么危急的事情 我们还不教孩子 男女应有的分寸吗 自爱的态度吗 要爱惜自己的身体 爱惜自己的敏捷吗 而这些这么重要的 应该教的道理 为什么我们都忽略了 我们都被欲望藏住了 都被虚荣心给藏住了 我们忘失了为人父母 为人老师应该有的责任啊 老师是传道啊 解惑啊 传作人之道啊 所以有一个教务主任啊 刚好我们在深圳呢 有五天的课程呢 这教务主任去参加了 参加完之后啊 他跟我们说道 他说这五天的课呢 他有两个人生的突破 第一 他本来啊 从年轻就一直抽烟抽到现在 五天下来呢 他一根烟都没有抽 因为他很专注听课 他觉得我也可以不抽烟 他就把烟给戒掉了 第二点呢 是他上课五天所抄的笔记 比他念师范大学四年所抄的笔记 合起来还多 这代表着这一个教务主任 当初在念师范大学的时候 他有没有对教育有使命感 有 可是为什么他那四年并没有抄下很多的笔记 可能他感觉不到这些东西真的对他的人生 真的对孩子的教育重要吗 所以提不起他那种学习的那一份心境 假如他当初踏入师范大学的那一刻 他的老师就告诉他 教孩子做人重要啊 我们要赶快学会这些古圣先贤的教诲 我们以后可以利益无数的学生 当他一入门的时候 他的老师就是这样告诉他 他那四年会非常充实 那我们要反思啊 今天我们的一个晚辈 他要踏上师范大学的门 大门的时候 请问我们跟他说什么 当我们是师范大学的老师 当这些新兴学子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 我们又提醒了他们什么 四年的大学生涯 那四年可以成长多少啊 但他没有人生的方向 人生的意义 四年不止不会成长啊 还会堕落啊 所以我们跟很多大学的老师交谈啊 他说大一还乖一点啊 到了大三大四都管不来了 怎么会大学越念越退后呢 可见做人的道理不学啊 人只能越堕落啊 所以我们到这个各地去演讲啊 有很多大陆的同胞都讲 尤其是长者讲 哎呀 这些大学生呢 一年土 一年几的时候还土力土气的 还有一点淳朴 二年洋 读到大二的时候 都要穿名牌的啦 二年洋啊 那个西洋风都吹过来了 三年不认爹和娘 四年不愿回家乡 你看他回家乡觉得丢脸啊 没有成就啊 那家乡抚育我们 从这一片土地上多少的人事物 成就了我们的成长 你看四年下来 没有念恩 反而都是自私自利 那这四年到底念到哪里去了 所以这个每一个事件啊 真的值得我们家庭社会反思啊 我们绝不愿意看到 教出来的大学毕业 教出来的博士生 居然连父母都不孝敬 那将是家庭社会多大的 遗憾跟悲哀啊 好 所以这一个教务主任啊 你看呢 他听到地址规 听到这一些 都对孩子一生很有帮助的 这些道理 正笔集书啊 生怕漏掉啊 所以五天记了很多笔记 接着后来呢 这一位教务主任回去之后 真的从自己开始做 你看一般哦 假如是 学校里面的领导长官啊 一般都会 先要求 来 都给我做 全部都要来听课 全部来听幸福人生讲座 你看这样好不好 那个老师说 我忙死了 还叫我来听 还听这个 这个高中生在那里讲什么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大陆去的时候 当地的那个 那个同胞说 奇怪了 这个杨老师怎么带个高中生来 干什么 你叫那些老师们来听课 你要先让他了解 他才会来听嘛 你一下子用行政命令 通通给我做好 通通听 他服不服气啊 他不服气啊 他一定会讲 这个人给我记住 讲得这么差 还叫我们来听 所以我就很害怕 走在路上 突然有人瞪我一下 很可能就是被逼着去听课 所以凡事要 道法自然 要人家 让人家很自然接受 哎呀呀 真的地质贵不错 怎么让人家很容易接受呢 很简单 自己先做 正己自然可以化人 生修而后 家旗嘛 整个学校不就是一个大家庭嘛 所以他人的了解 他人的接受 都跟我们的表现 是息息相关 我们学了之后呢 非常爱护同仁 非常关心同仁 自己有好的这些教学的资料 主动的给他们 他们说 哦 教主任最近 对我们很好 听说他最近都学弟子规 我看这本书不错 我们也来看看 那不就随到渠成吗 刻意去要求啊 很可能会 适得其反 所以假如我们不到法自然 往往善心都会把事情给搞砸了 结果这个教务主任呢 他先自己做 然后呢 有几个老师啊 对这个中国文化 对这些做人主事 这些经典呢 很认同的 他先跟他们做交流 结果三个同仁呢 就在他们放长假的时候 他们是七天假 五月一号到五月七号 他们没有放假哦 飞到上海 从这个东莞呢 飞到上海来听课 你看哦 能放弃假期呢 来学习如何教导他的学生 结果五天听完之后啊 他们的老师发表当中啊 有一句话他特别强调 我终于听懂了 教 而教女 先教己 所以他当老师的教学生 首先自己要做好 所以从我自己开始做 后来这三个老师啊 很有心在 他们自己班级呢 每个礼拜呢 跟家长讲这个 Diskway 跟他们交流 如何教育好下一代 教育好小孩 所以呢 家长呢 慢慢的认同了 然后又配合老师 教小孩 这些孝顺啊 有爱兄弟 这些生活的规矩 结果他们班上的孩子 这几个班的孩子呢 改变得比较快 所以校长觉得 哎哟 你们班的孩子怎么 这么有礼貌 成绩也挺好的 因为孩子孝心起来了 那个读书 不用人家催 学习效果啊 也会比较好 结果他的校长呢 了解完之后 哎呀 原来教弟子规 教孩子做人 让孩子呢 成长得很快 所以校长很认同 结果就决定 全部的英文啊 停课 那一二年级还教英文 我这么讲 会不会被人家攻击啊 哎呀 急什么啦 我姐姐 她也是念国中的时候 才学英文嘛 国中以前 也没学过英文啊 但是学到了什么 学到了学习啊 非常认真专注 这坐下来看书呢 那一坐就几个小时 有这样的定工 所以当这种定性形成啊 学任何东西啊 都很快 但现在的孩子怎么学呢 一个礼拜 补一大堆东西 赶场 这边跑跑 那边跑跑 心都是散乱啊 急躁 能把什么学好 所以我的学生还讲呢 老师我最怕放假啦 最怕礼拜六礼拜天 我说为什么 因为礼拜六比礼拜天更累 补的东西更多 像打仗一样要赶场 所以现在的孩子 心定不定的下来 只要他的心定不下来 他学任何东西 都学到皮毛 不可能深入 都是不管学哪个艺人 都是花拳秀腿 我们花了这么多金钱 花了这么多体力 不要到时候 是这个结果啊 所以我的姐姐 她国中才念英文 但后来 学习都是主动的 所以什么考什么 托福啦 GRE那些 我父亲 一点超新都没有 都是她自己去弄的 然后弄好了 到国外去的 就很多历练 讲话 了解人家文化的机会 结果后来 用英文到一些国家 去发表文章 发表她的修学心得 你看不是也用英文吗 但难道她有 输到起包点上吗 所以现在一些广告词 把这个父母都吓得半死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包点 所以现在 连幼儿园都没有双语教学 我们冷静一下 一个人对自己民族的文 语言文化都不深入了解 请问她如何去了解其他的文化 她对自己文化的深入度不够 她对于做人的 是非善恶 邪正都分不清 你让她去学其他的语言跟文化 她绝对学到的 都是人家最刺激的文化 学坏 学好中年不足 学坏 一天就够了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 年轻人学到外国的东西都是什么 杀到赢这些东西 透过这个英文的媒介 学到的都是刺激文化 因为我们对自己文化不深入 根本不能分辨好丑 好坏分辨不了 坏的都吸进来 所以我们的下一代危机 学到的自己文化没深入 学到的又是别人刺激的文化 所以我们教书的时候 教出了感受是一介不如一介 不是一代不如一代 所以家长啊 只急着让孩子学英文 有没有看到 学了这个语言之后 会受到什么污染 只要他没有对自己文化的深入 没有判断力 他往后的人生危机是否 你看外国那些英文歌 那些音乐 孩子听完之后啊 浮躁得很啊 叫他坐三分钟定下来都坐不了啊 是吧 你看听那些Rock 那些音乐我现在也想不起来了 假如让我听三分钟我可能就头晕了啦 你看那个江本胜博士生命的答案水之道 听那个优美的音乐水结晶很漂亮 听那个 那个很躁动的那个音乐 那个水根本没有办法结晶 所以听那种躁动的音乐 对孩子的这个身心啊 影响很大 而且我们了解哦 当他去Rock 听那个Rock音乐 到那个舞厅去听 去跳舞 还会讲几句英文 好像很神气 其实他的人生有多大的危机出现啊 逗闹场 绝物尽哦 而且现在很多这些场所啊 有一些比较没有良心的商人啊 还放这些毒品在里面哦 那可能孩子一染上 那不得了啊 一辈子都很麻烦 所以这个校长啊 他就说了 做人啊 比学语言还重要 学做人重要 所以先把英文停掉 先教弟子规 君子如子啊 乱书传语啊 你看有这样的校长 真正把校道 扎在这个孩子的心中 这个孩子一辈子 受益啊 那利益了多少的孩子 跟他往后的家庭 所以这个校长 这个教务主任的功德无量啊 结果后来啊 这位是一个女校长 她的先生啊 看了一篇报纸 报导了 有一个教授说 弟子规不能 不能读 不能学 因为弟子规里面有 余孝 你看啊 现在的人啊 凭着自己的这个 职称啊 教授 副教授 乱批评 他甚至连 这一本经都没看过 他就乱批评 所以人啊 不能读越多书 越傲慢啊 那个造的业太大了 他这一句话 是侮辱了多少 祖宗的智慧 那一个人 一生短短几十年 造那么重业 那后果不堪设想 弄全一时七两万古 弟子规有没有余孝啊 你们怎么反应这么慢 要很坚定 很有信心 没有 亲友过 见识根 哪里来的余孝 那余孝是父母不对的时候 还说对 那才是余孝 父母不对的要归劝 不让父母堕落 但是态度非常恭敬 宜无色的无神 所以你看呢 他根本没读过就批评 结果呢 他的先生呢 看了这一篇之后呢 就拿给他太太看 因为他知道 他太太现在都在推第四轨 所以就拿给他太太看 所以你要注意哦 你不要犯了路线错误哦 假如你后来决定说 地址规不能交 那你可能那个乌纱帽怎么样 会保不住哦 好 结果这个女校长呢 听他先生讲完之后 对他先生讲 他说他有他的看法 我有我的责任 教小学啊 不是对他的六年负责 而要对他的一生负责 对他的人格负责 结果这个校长就举了一个事情 他说我学校旁边就是一个国中 中学 每一年寒暑假过后 一大堆的中学生去堕胎 我都看在眼里 我难道能视而不见吗 我以后的学生要往那里走呢 假如这些自尊自爱 孝道的精神没有扎在他们的心里 我自己的小孩毕业或许又走到那里去了 这是责任啊 这个女校长讲完之后呢 她的先生呢 突然肃然起敬对她说 我觉得你很适合当国家领导人 你看人真正担起责任 会认定身边的人对她肃然起敬 结果因为有这个校长的坚持 这个学校的校道教育 德行教育推展得颇见成效 你看哦 这个教务主任深修啊 然后来影响班级 影响学校 校长也认同了 这家企哦 家企而后国制 这个国在古代啊 就像一个乡镇一样啊 因为周朝啊 有八百诸侯 所以以前那个治国啊 它指的是一个 比方几千人的一个队伍 几百人 那个都属于一个小国了 广东省啊 因为香港要派教育的 这个教育参观参访团 到广东来 所以广东啊 就要推荐学校 让香港的教育同仁 来参观学习 结果啊 广东省选哪一间学校 让他们参观 就选这一所学校 你看哦 教德行教校道的成果 又可以影响到香港 影响到很多啊 到他们广东来参观的 其他省市哦 所以孔老夫子讲的 很有道理哦 生修而后 加齐 加齐而后 国治哦 这个德行啊 就像风一样 会慢慢的 很自然的吹出去 后来 他们学校啊 学生出去旅游 校外教学 回来以后啊 主办他们学校的 这一所 这一间旅行社啊 在当地发表 在报纸上发表 一篇文章 说他们成立旅行社 这么多年了 从来没有接待着 一个学校的学生啊 这么懂事 这么有礼貌 看到紫穴啊 还懂得捡起来 你看哦 这篇报导啊 报导出来 那又影响多少 家长跟教育界的人 所以诸位 教育界的同仁 我们不要小看 自己的 一个人的力量 我们自己生修了 我们班级加齐了 我们整个学校呢 都能够来学习 中国圣贤人的教诲啊 那我们这些学校 又成为这个地区 学校的榜样 那我们这一生呢 对这些孩子的家庭 以至于对整个社会民主啊 那也是尽了我们 应该尽的 这一份力量 那当然啊 绝对不是只有教育界的人 才能对整个社会民主 有贡献 当我们现在啊 不管我们处在哪一个行业 都能够把地质规啊 带到这个领域 把德行带到这个领域 这样我们各行各业 才能够兴盛啊 我们各行各业 很多腐败的现象 才能扭转啊 不然 各行各业无德啊 人民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啊 就没有安全感啊 是吧 去看医生 假如医生无德的话 我们紧不紧张 会不会忐忑不安 好 所以我们 从这一个教务主任啊 他接触了地质规 传统文化之后 人生的使命感呢 怨心唤醒 能够产生啊 对民族 对整个学校社会的一个影响 所以相同的 假如现在我们是银行界的 我们把这个做人 处事的道理呢 带进去 真的哦 这个行业啊 会变成这个行业的表率 在珠海啊 交通银行啊 就把地质规 就把中国文化 变成他们的企业文化 所以他们跟客户啊 就像亲人一样 因为他们很 关心啊 整个他们客户的 小孩教育 所以这些客户来了 他们都把这些 讲课的光碟啊 都送给客户 这跟客户之间 不单只是利害关系的 也是一份的情谊道义 所以在他们的门口啊 写着最高的管理哲学 导致以德 旗致以理 由此且格 最高的致富方法 有德持有人 有人持有土 有土只有财 有财只有用 唯有建立在德行之下的企业 才能长久不衰 你看哦 在商业界 在银行界 也都有人 来做表率了 所以诸位朋友们 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 所以在这个时代 我们不管在哪一个行业 都要让这个行业 我们的公司 成为落实 德行 的榜样 曾经我也跟大家提过 有一个单位 离婚率特别高 后来换了一个主管 这个主管是学中国文化 学了以后 从此他们单位 没有再有人离婚了 因为有人提醒了 人往往是一时迷惑 没人提醒 就一丝足成千苦恨 假如公司的领导 做了榜样 又时时给他们这些 提醒 教诲 那人 不会去走到错路去的 所以我们 说回来 刚刚讲的 这个夫妇 男女关系 真的 我们现在的青少年 很需要 这些正确的引导 不能 放纵了 欲望而已 这样子会 将日轮于禽兽的 这个人生状况 所以 婚姻是合两性之好 婚姻是 一种责任的承担 对得起祖宗 对得起下一代的子孙 所以真正走入家庭了 那一定要先要求自己 有德行 给孩子做榜样 在这个婚礼的过程当中 都时时在提醒 我们走入婚姻的 正确态度 那个婚礼不是 嬉闹一场 很热闹 还请人家来跳歌 唱的大小声 那个都失去了 整个婚礼的那种 庄严 婚礼的那种意义 都不知道了 还在那里胡闹 闹洞房 喝酒喝得烂 烂醉 都不了解 这个婚姻 应该怎么样去面对 所以在古礼当中 当儿子要去迎娶的时候 其实在迎娶以前 男方女方 尤其这个女方的家里 三天不熄灯 非常用心的教导女儿 如何为人妻 为人喜 为人母 的这些心态 然后男子三天不奏月 都也是父母耳提面命 你以后为人夫 为人父 应该怎么样去 去维系 一个家庭的发展 你看都是这个态度 诸位朋友 您要结婚的时候 你爸爸妈妈 有三天不熄灯的 有没有 有没有给你耳提面命的 你看这都是我们父母 应该做的 不能等孩子 婚姻出状况了 才提醒 那个都为时已晚 胜于开始 他还没踏入婚姻以前 态度就要对 然后呢 当天要迎娶了 父亲啊 端起酒来 敬儿子 儿子不用回礼 我们想一想 父亲呢 都是儿子给父亲敬酒 哪有父亲给儿子敬酒的呢 假如有一天 你长大成人 你长大成人 要为人妇啦 要负责一个家啦 要承担起来 所以你看哦 他被父亲敬完酒之后 要去引起的那个过程 那是什么心情啊 到了太太 这个媳妇的家门口 太太家门口 那都是人家父母出来迎接 对这个新郎官非常恭敬 然后呢 亲手啊 把女儿的手呢 交到她的手上 然后交完以后呢 这个夫妻要跪拜 这个太太的父母 感谢人家父母 养育之恩 然后亲手接过来 要对人家的父母负责啊 要好好照顾好人家的女儿 然后这个迎娶 回来之后啊 还有一些仪式 其中有一个仪式啊 是拿着像一个葫芦啊 葫芦瓜 剖成一半 然后呢 拿来装酒 装甜酒 所以夫妻两个人呢 喝这个焦杯酒 然后这个 剖开来的这个 这个葫芦啊 这个瓜是苦的 但是 那个摇的酒啊 是甜的 所以代表在喝这个 焦杯酒的时候呢 提醒夫妻要怎么样啊 你都没欢迎 你都没喝过 同甘 共苦 而且这个葫芦瓜是 同一个坡层两半 所以代表 夫妻是什么 一体才能完整 同心协力才能完整 夫妻一条心 黄土变成精啊 就在这个婚姻的 仪式过程当中啊 都在提醒着彼此 你看 现在走入婚姻的人 在婚礼里面 有这些提醒啊 以前都是结婚的时候 都会有一些 很有德行 威望的长者 上台 给夫妻一些期许啊 现在这个都越来越少 反而都是那些 在那里唱歌跳舞 哎呀 这个都很值得我们 深思啊 我们自己的婚姻也好 或者是子女要结婚啊 这个婚礼要 好好地办啊 对孩子走入婚姻 会有很深的提醒 所以以后 有机会呢 我们再多谈 这些部分 好 所以这个中国文化 博大精深啊 确实真实不虚 这所有的仪礼啊 所有的礼仪啊 对人都有很深的 教化作用 我们去年除夕啊 文化中心一百多个人 一起啊 祭中华民族 万幸祖宗 在那个树木的气氛之下 真的我们直接感觉到啊 祖先啊 明明当中在护佑我们 所以当场啊 真的是 所有的人都掉下 感动的泪水 当我们一步一脚印啊 走到祖宗的灵前 神位前面啊 突然感觉到 祖宗也是这样 一步一步啊 积累了宝贵的人生经验智慧啊 无私的沉传给我们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境呢 来沉传我们的文化 来回报我们的祖宗 所以今年除夕呢 我们也是啊 要办这个祭祖的活动 所以我曾经也听过一位老师啊 他们家主是几百人 当呢几百个人 庄严树木的 站在祖宗的神位前 然后呢 这个神位呢 祠堂写着 祖宗虽远 祭世不可不成 子孙虽予予 金书不可不读啊 这做人的道理 都从经典当中学来 所以当几百个人 瞬间跪下去的时候 那种气氛 一个孩子从小 感受到这种 对祖宗的感恩 孝心 那孩子哪有不学好的道理呢 但是这一些 这么宝贵的文化呢 我们现在渐渐都丧失掉了 所以我们这一代啊 真的有责任啊 为往胜 祭绝学啊 唯有继承了这些 古圣先贤的智慧 我们的孩子有了正确的人生 价值观思想 才有可能有太平的日子 可以过啊 家里才有太平啊 现在富不富 子不子 富不富 欺不欺 家庭怎么可能会安乐呢 所以要为万事开太平 更重要的 为往胜 祭绝学 那我们刚刚是提到啊 多一些生教啊 少一些言教 这一点呢 我们在这几次的课程当中啊 也跟大家呢 有比较多的交流 第二点呢 多一些读书生 少一点麻将生 家里都是读书的氛围啊 那个孩子 不用叫他读书 他都会读书 有一个小孩啊 生出来以后啊 半夜都哭闹 不睡觉 后来才了解到啊 这个孩子要听麻将的声音 才睡得着 因为他妈妈在胎叫的时候 就打麻将 所以他很习惯啊 要听麻将 声 所以你看呢 这个 孩子在胎中啊 这个父母就已经把孩子的一生 都快毁掉了 你看这个孩子以后会变什么 你看他会不会变赌神 我们要了解哦 一个人染上赌博啊 那真是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 他有一些其他的坏习惯 他还不会搞到倾家荡产哦 是吧 有一些坏的习性 贪色贪吃 这些坏习性 还不至于搞到倾家荡产 最多是把他身体自己搞坏了 但是染上赌博啊 那有可能把几代祖宗的积累 全部花掉 甚至于让家人 悲哉 然后人家来讨债 不得安宁 所以这个赌啊 要借啊 赌博不能 所以你看哦 你要选女婿 只要这个女婿会赌博 打死都不能把女儿嫁给他 别说我说的 不然人都在吹我 是啊 走路婚姻 不能爱人也不能害人 是吧 哪有去找一个人来 来迫害人家 不对的 好 所以 自古以来啊 多少这些好的家族啊 无儒读书啊 都是读书来的啦 都是浩雪来的啦 古今多少 这个好的家族啊 都还是读书来的 好 所以多一点读书生 少一点麻将生 诸位朋友 我们现在一句一句念 不只要抄在笔记本上 还要记在心上 真做了 家庭真受用 好 所以我们家 我父母从来没叫我们读书的 因为他们都 做榜样给我们看 所以 深教啊 先做到呢 非常省力啊 教育并没有 我们想象中这么累 因为我们用错方法 适得其反 好 再来呢 多一些精神上的关爱 少一点零用钱 孩子钱多了 花样就多 染上欲望的几率啊 坏习惯也多 所以爱孩子啊 不要让他有太多零用钱 反而是有精神上的关爱啊 孩子很欢喜的在家里面成长 那个绿豆汤 父母 母亲煮的红豆汤 绿豆汤 绝对都比外面的好 所以零用钱 越多的孩子呢 染上欲望 把身体吃坏的距离越高 我们觉得给孩子钱啊 他很高兴 其实那是他的欲望 就是得到欲望的高兴 这个不是帮他 是害他 所以我父母那一代啊 哪有什么零用钱 但是你看 反而习腐 不奢侈 我爸爸读大学四年 从来没吃过牛肉面 只吃过牛肉汤面 所以很欲 所以我们印象当中 那个父亲 那个剩菜剩饭 都是他们把他扣掉的 所以真的有意思哦 父母的这种身教榜样 我们不要觉得说 那个孩子怎么没有马上效法 其实都种下去了啦 所以现在我们家剩菜剩饭 都我在乞 慢慢成熟嘛 那个种子发芽了嘛 那个印象都来了嘛 所以我一握方向盘呢 就想起我爸爸讲的 快也没快那五分钟 开那么快干什么 我不会开快车 每一次看到那个灯亮了 就去关起来 就看到我奶奶的身影 所以你看 我奶奶的精神 我爸爸的精神 都跟我融成一体 这个就是笑 这个就是真正的 我们跟祖宗后代都是一体 从我们自己身上 就体验到了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 明天再把它讲完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阿猗 阿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